好我們看到很多一隊表演的都講究的是動作精準一板一眼 而來自以色列這個藝術家呢 他的這個一隊表演跟大家想的完全不同 反差很大也吸引了民眾圍觀 熊球球一隊弟兄表演精彩花式操槍 轉槍拋槍動作精準剛猛 但怎麼突然來這招 跳動演出圍觀民眾也嚇了一大跳 但還沒完弟兄們一下擺出打棒球的姿勢 一下雙手鼓逼耍帥這到底也哪出 就前半段我看懂了 但後半段從那個太極拳到最後那個思想者的那個 我沒看懂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發生了好像有一個故事在裡面大概是這樣子 那妳知道那個故事是什麼嗎 是不是有關於背叛或者是怎麼樣的 看不懂沒關係 因為這表演就是要觀眾各自解讀 來自以色列的藝術團體公共運動 接受台灣美術館邀請 為亞洲藝術生命展表演 特別找來三軍一隊退伍弟兄協會 聯手操刀 推出操槍混搭現代舞的榮耀旅兵 這是一隊操練結合現代舞和戲劇 顛覆一隊硬邦邦一板一眼的形象 也給民眾不同的視覺享受 中間兄弟 紅杰的名稱 台北參觀報導 好意思說 好意思喔 我妳知道